美国新上任的中情局局长 星期二在参众两院 联合情报委员会听证的时候表示 最危险的盖达组织 是以燕门为基地的阿拉伯半岛分支 中情局长裴卓斯在听证会上说 经过十年的打击 盖达组织的核心活动已经被削弱 该组织的活动已经从南亚向外转移 他说阿拉伯半岛的盖达组织 会及得最危险的圣战分子 同时索马利亚南部政权的真空 也让那里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 佩卓斯说 宾拉登被击毙之后 继任者萨瓦里缺乏领导能力 现在正是盖达组织脆弱之际 也是盟友给予打击的好机会 新唐记者仁浩综合报道